张女士说 余某的母亲就因为妹妹的长相 没有前两任妻子漂亮 所以就对妹妹百般挑剔 不过过日子的事 这当中到底还有啥样的纠纷 咱们不得而知 张女士说 作为她们过日子的局外人 别的她不好评价 但就单说妹妹为了生这个孩子吧 就别提多遭罪了 我妹妹就是说打怀孕 六个月吧 开始就是辞职了 因为没法上班了 然后就是没有收入 原来就是在一个 就是那个含着鞋打工 就是普通资源打工 然后孕分大了以后了 就是辞职了 辞职以后生孩子做月子 一直到后期 她是高龄产负 一直也没回顾好 怀孕后期是在娘家妈家 在自己妈妈家里住的 就没在婆家 老婆婆怀孕 婆婆没管过 老公生成在外面上班挣钱 晚上住院的钱还没挣出来 就是没有儿管 一直都是我妈 就是我自己妈妈吃虹 她自己妈妈吃虹的 张女士说 妹妹生完孩子 出现这一系列闹心的事 她这当姐的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别提跟着上多大火了 咱说有哪个姐姐 不盼着妹妹婚姻幸福呢 她就是说我不想离婚 孩子我也不让你看 现在家里还不让我妹妹回去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 她也想要把自己 当初垫付的钱要回来 说是你不是我的钱 我没借到钱 你妹妹借定 找你妹妹去吧 或者怎么样 就催促不管 我后期要了几次 不承认 然后再打电话 就是不接发责信 不接发责信